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人 她看起来总是没心没肺笑口常开 别人烦恼的是她不恼 别人在乎的是她不放在心上 她很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任凭遇到再苦闷的事 她都只是担任一笑 很羡慕这样的女人 她从来都不会想得太多 也不会在深夜辗转反侧睡不着 过去的事情能够坦然处之 仿佛把一切都看得不是太重要 余生就做这样一个美心美肺的女人吧 每天乐得自在 再也不用为了别人落泪 凡事都能看开 该遗忘的时候就遗忘 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 一切都挺好 现在的社会 精于算计的人太多了 友情越来越假 爱情越来越假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都学会了戴上面具 挂着虚伪的笑容和别人相处 正如《红楼梦》里 曹雪芹对王熙凤的评价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 亲亲性命 喜欢算计别人的人 自以为聪明 实际上只是在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终将自食其果 算计了一生的女人 到头来也会遭到别人的算计 而做一个没心眼的女人 谁都喜欢 因为和你相处最舒服 不用带着心思来揣测你 也不用对你提防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 上天真的会眷顾善良的人 总是嫉妒别人 算计别人的人活得太累了 即使在深夜 也不能安稳入睡 这样的人 你看似他得到了许多 实际上 他得到的再多 都不会真正的开心 属于你的 永远都是你的 不属于你的 算计来了也没用 没心眼的女人 才最受人宠爱 你的生活中 总会遇见一些贵人 心悦你 帮助你 如暮春风 上天 永远不会亏待你 有的时候 人的很多烦恼 都是自己寻来的 有些烦恼 真的不必过于计较 你总是替别人考虑 顾虑别人的感受 何曾为自己着想 无论是 无论是交朋友 还是谈对象 都记得把自己 放在第一位 你替他们 想得越多 自己的所思 就越多 别害怕别人生气 也别害怕 别人不开心 不是你引起来的事 就别担着了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有限的 你越把时间 放在别人身上 就越对不起自己 越替别人着想 别人就越不把你 放在心上 我有个朋友 早早地结婚了 什么事都为婆家着想 老公的衣服破了 她一针一针地缝好 婆婆的鞋子坏了 她也拿到店里去修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她都包揽了 像个保姆一样 我有时候叫她 一起吃个饭 她都要说 下次吧 我怕我老公今晚加班 回来没饭吃 她几乎没有自己的 私人时间 什么事都替别人想好了 却从来不替自己想想 出去逛逛 买个衣服 都是条最便宜的买 人不能太自私 但也不能太无私了 有的时候 你为别人着想 并不能换来对方 同等的换位思考 又有几人 能配得上 你的真心呢 如果真的 有多余的时间 就花在自己身上吧 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 比什么都重要 生活中的烦心 是已经够多了 就 别再为别人 操劳太多了 操劳得再多 别人不领情 你的好心 也会被 当成驴肝肺 最后 苦得还是自己 在这个社会上 太重情义的女人 最容易 被别人所伤 你对每个人 都真心对待 看重每一份感情 不忍心伤害 任何一个朋友 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 可是最后 你却发现 原来在她的心里 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的知己 一两个就够了 君子之交 淡如水 有难的时候 能够雪中送炭 就足够了 其余时候 不必想得太多 朋友之间 何须多言 有的人 把朋友 看得太重 最好的东西 都想留给他 情愿自己吃亏 也不愿意 让他吃亏 可是你的好 有时候对别人来说 也是一种负担 你对他太好了 他也许 会觉得愧疚 亲戚之间 也是一样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别总是上赶着 对别人好 人心都是肉掌的 哪能不计回报呢 当他对你不够好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不是 会开始难受呢 遇到了爱人的时候 也要理智一点 不要毫无保留的付出 太看重一份感情的时候 反而会失去得更快 因为人天性如此 被偏爱的时候 容易有恃无恐 有时候 做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多好 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不用想得太多 开心的时候一起开心 闹了点小矛盾 也能立马成亲 不会胡思乱想 想得越多 烦恼就越多 烦恼越多 人老得越快 人这一辈子不长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一年又一年 白去过心 一眨眼就老了 有些东西 真的 不必看得太重了 看淡得失 一切都会好 活得累的女人 大多都是 替别人想得太多 为自己想得太少 对别人太好 对自己太苛责 其实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过得开心就好 这个世界 有喜欢你的人 就会有 不喜欢你的人 在乎那么多干嘛呢 没心没肺的女人 从来都不会过得太累 她们 不会想得太多 一切都让她 顺其自然 车到山前 必有路 船到桥头 自然之 没有什么事情 是过不去的 没心没肺的女人 和人相处起来 是最舒服的 因为 她们 没有什么负能量 也不会斤斤计较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人生中之眼 闭之眼 就过去了 余生 愿每个人 都做个 没心没肺的女人 过好自己的生活 再也不用 为了别人烦恼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 不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 对谁呼唤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却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